昨天吳老師又找韓市長 一起出來開記者會 然後說就是政治不要太干預麵包 你覺得他有救援的問題嗎 不會啊 那個麵包店今天生意不是不錯嗎 我對於這幾件事情 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 應該是像之前周子瑜事件 他是因為拿著國旗被舉報台獨嘛 那是不是整個國民黨 都應該要被舉報台獨呢 結束 你們聽得懂嗎 嗯 好 OK 好 開始下一題 這一句應該夠了吧 可以變新聞啊 早就知道你們要什麼了 韓市長你們韓冰還蠻恐怖的 你覺得你跟他誰比較有的妹妹 我就知道你會問這一題 我覺得全台灣所有女性都比我漂亮 那包含韓冰 就是全台灣所有女性都比我漂亮 你之前說韓市長就是很像直銷會的會長 嗯 你覺得這一次他幫吳寶春救援 你有什麼想法 我剛剛不是講嗎 那他這次的行為也會很像直銷會的會長 沒有我剛剛就講完啦 就是國旗的問題啦 我講完啦 那你對吳寶春本身呢 不了解啦 我又不認識他 但是台灣人啊 評論 大家網友都很激憤嘛 說要筆記 就大家想吃哪一家就去哪一家買 這不是消費者自由選擇啊 如果有那麼一天 需要到拍露點血真 你覺得是什麼時候 他的決定是 露兩年還是只有三年 那你希望我們帶著血真去探病嗎 那我們希望我們永遠都看不到 哈哈哈哈哈 對 這只露兩年還是三點全露 三點全露也太多了 兩點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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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嗚嗚嗚嗚嗚嗚嗚